它有业界最实用漂亮的4寸副屏 还有前瞻未来的双5G网口和Wi-Fi 7 双USB4和板载Oklink接口 配置前置摄像头和指纹识别电源开关 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 装置了Intel Ultra 9 185H CPU的顶尖高性能迷你电脑 MITS Forum 名凡 Altman X7 Ti Altman是MITS Forum 名凡 今年推出的高端品牌 X7 Ti是品牌第一款迷你电脑产品 副屏、Wi-Fi 7、双5G、Ultra 9 大家对X7 Ti的哪一项新功能最感兴趣呢? X7 Ti装置的是Intel Ultra 9 185H CPU 16核、22线程 类置128EU的Intel ARC核显 双通道DDR5内层 5600MHz 双PCIe 4.0 NVMe接口 视频显示输出 双5G网卡 加Wi-Fi 7 打开看一下 主机和配件都在这儿了 电源线 HDMI线 小主机立式支架 说明书 这小电源是19V 6.32A 一共120W公率 小主机是金属机身 镜面顶盖 奥特曼品牌标识 4寸的超大副屏 1080P摄像头 这个开关可以物理屏蔽摄像头 保护隐私 机身接口 SD卡插槽 最高100兆B读写输率 摄像头无物理屏蔽开关 带指纹识别的电源开关键 双USB3.2进2A口 USB4接口 耳麦口 49V电源接口 USB3.2进2A口 USB2.0接口 HDMI2.1接口 DP2.0接口 双5G网络接口 USB4接口 板载奥克林克接口 取下4个底部脚垫 取下4颗螺丝 从这里轻轻撬开 左边底盖上有一个连接小板 上面有USB3.2A口和USB2.0接口 正面是一个硕大的风扇 我们继续往下拆 拆下12颗小螺丝 风扇也卸下了 有三根热管给CPU散热 右边的长条型散热器 估计是PCIe 4.0的NVME散热装置 这里是两根带有屏蔽罩的内存条 取下长条散热器 一条2280的M.2P3E 4.0的SSD 取下来 上面还有一个2230的M.2P3E 4.0的插槽 它和2280插槽 共用一颗固定螺丝 4寸的副屏 真的非常实用 不用进BIOS就可以设置CPU的性能释放 节能、平衡、性能三种模式自由选择 我们今天以性能模式来测试 副屏可以很直观了解 CPU频率、温度和使用率 GPU温度和使用率 内存使用率 SSD温度和使用情况 网络上下型的速率 风扇转速 当然图形BIOS也很好用 同样可以设置CPU性能释放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AIDA64 好,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功耗一开始就运行在63W左右 整机功耗87W左右 CPU整体频率运行在3.7GHz 随后一直保持 在单烤的1小时15分钟内 CPU功耗一直保持在63W左右 时温31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上升到91度 内存温度最高上升到48.8度 SSD温度最高上升到38度 CPU内存和SSD温度都不高 我们首先使用X7Ti主机的 Ultra 9 185H CPU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9分35秒 共计575秒 575秒是我们测试过的所有迷里电脑的最佳成绩 超过了以前的冠军 明凡7940HS 登顶第一名 CPU-Z多线程8568 单线程794.2 多线程成绩超过了所有的迷里主机 比13700H高了200分 仍然登顶第一名 Gagabang5 多核13358 单核1875 多核成绩 登顶第一名 Ultra 9确实厉害 Gagabang6 多核13628 单核2604 多核成绩 仅次于13900H 趋居第二 Citybench R23 多核18649 单核1890 多核再次登顶第一名 比第二名7940HS 提高了7%左右 厉害啊 Parsmark多线程34044 单线程4112 多线程成绩 登顶第一名 相比第二 提高了5% 综合来看 目前这台Ultra 9 185H 63W的性能发挥 超过了以前测试过的所有 迷你电脑CPU的 不愧是目前最强大的迷你王者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 1338437 CPU得分 683263 我们还给这台185H 运行了OpenW测试 AES1040967 XX20 545,027 Coremark 523,542 这三个成绩 都各自创出了迷你电脑的OpenW测试最佳成绩 在Coremark成绩上 它超过了AMD目前最强的7940HS 1万分 轻松奔铃 我们也让185H跑Lama3 大语言模型 还是贪吃蛇编程 结果是5.67Token每秒 列入图表看一下 比125H高一点 但LMStudio没有用上NPU 这个测试成绩仅供参考 接着玩游戏 低平线5 1080P中画质 不开抗拒时 普通场景60多接近70帧 复杂场景50多接近60帧 荒野大标课2 1080P低画质 运行评估测试 平均帧39帧 英雄联盟 4K中画质 最后大团战 90帧左右 元神1080P高画质 跑起来 大概50多帧 新穷铁道1080P 非常高画质 跑起来60帧 战斗接近60帧 这就是128EU的 ARK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游戏测试完以后 看一下我们最关心的 温度传感器数据 室温31度的时候 CPU最高温度89度 SSD最高温度36度 内存最高温度79.8度 我们也看一下 3DMark的测试结果 Time Spy 3267 Fire Strike 7999 稳定度98.5% 把3DMark的测试数据 也做成了图表 我们来看一下 185H目前的核显 到底是个什么水平 Time Spy接近最高峰 比所有780M核显的得分都高 Fire Strike 7999分 也行 老生常谈啊 3A游戏的表现 离7840HS 还有一段距离 网游是赶上了7840HS的 显示接口输出 HDMI接口最高支持 4K144HZ 4K144HZ 8bit RGB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满足 HDMI 2.1的标准 这是第一台能达到满血 HDMI 2.1输出的 英特尔迷里电脑 希望以后会变成常态 DP和USB4接口输出 DP信号 最高支持4K144HZ 最高支持4K144HZ 8bit RGB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我们这台显示器 支持DP接口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DP和Type-C接口能够支持 4K160HZ的8Wi RGB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索尼OLED电视连接HDMI线编 小主机能够输出 4K120Hz 8Wi RGB非压缩信号 英特尔ARC 128EU的核显视频解码 最高能硬解本地8K60帧AV1视频 YouTuber8K60帧AV1视频 可以流畅播放 PCIe 4.0 NVMe硬盘测试 4800Mb 达到了PCIe 4.0X4的入门水平 USB4外接雷电硬盘盒3100Mb 满血的外置存储读写能力 注意 这是在另一USB4接口 接入了高刷显示器时候测到的 说明USB4接口不存在兼容性问题 Wi-Fi测试 英特尔BE200Wi-Fi7无线网卡 跑上了800兆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非常好的水平 迷你电脑的网卡都已经升级到了Wi-Fi7了 看来我的网络也要寻摸着升级了 螃蟹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iPad4 3测试了内网性能 单线程和多线程下载都达到了4.75G 跑满了带宽 Minisfilm明凡 Ultomant X7 Ti 装置了16核22线程的Ultra 9 185H CPU 63W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整机功耗没有超过100W 待机最高功耗11.2W 按这个结果 120W的小电源能够搞定 现在120W的DC电源真的不大 室温31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42度 SSD待机温度25度 内存待机温度42度 这台小主机高性能模式下 CPU满载的时候 机身噪音是48分贝左右 收回在耳边是40分贝 接近安静标准 Minisfilm明凡 Ultomant X7 Ti 迷你电脑 装置了16核22线程的Ultra 9 185H CPU 63W的性能释放 性能表现非常强悍 直接登顶所有迷你电脑的第一名 超过了AMD Ryzen 9 7940HS 英特尔酷睿i9 13900H 它的内外接口表现完美 双5G网口超前配置 WiFi 7也是占未来 试显示接口真不错 表演一下 英特尔迷你电脑 也有了满血的HDMI 2.1 其他奥克林口接口 指纹识别 都是现在旗舰机应该有的标准配置 这可能是目前最实用的4寸负屏 不但能方便切换性能释放 而且主机监控数据非常齐全 特别是有了这个力士支架 副屏的监控数据就真的够看了 总结一下 X7Ti性能释放超强 目前排名所有迷你电脑的首位 散热和精英完美 副屏实用 做工也完美 接口兼容性也完美 这是一台目前最顶级的迷你电脑 不负奥特曼高端品牌大名 X7Ti定义了本年度旗舰迷你电脑的标杆 或者说超前定义了今年旗舰迷你电脑的天花板 比如双5G 比如WiFi 7 X7Ti是目前最顶级的优秀的迷你电脑 值得我们的推荐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我们下期见